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28号 礼拜四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根据CNN的报道所说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已经决定了 会在8月到访台湾 并且还邀请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陪同一起去 有共和党众议员就在Twitter证实 佩洛西有邀请他一起到访台湾 至于大陆的回应又是怎样呢 国防部发言人就说 中国的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而环球时报前老总胡锡进就说 中方是决定了要做好全面单牌的准备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有记登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CNN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报道是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的亚洲行程 除了会到访日本等地方以外 也都会选择台湾作为亚洲行程的第一站 佩洛西已经邀请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 一起出访 如果是成行的话 佩洛西将会是25年以来第一位到访台湾的众议院议长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 迈克克赫克克证实了 佩洛西是有邀请他和另外 小部分的议员一起出访台湾的 虽然他本人就未能参与 但相信佩洛西等人是能够成行的 而佩洛西拒绝就着有关访台的计划 透露任何消息 他重申基于安全的理由 他是不会按照惯例 讨论出访的计划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说 他已经跟佩洛西交谈了 并且向他提供安全评估 以上就是CNN报道的内容 其实按照着目前已知的消息 都几乎可以肯定 佩洛西是会在8月出访台湾的了 我也要承认当初我自己的判断是有误的 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了 没有可能说预测百分百准确 希望各位益友又多多包含和体量 因为我某程度上 其实受到了拜登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影响 因为他们似乎是想缩沙的 但是现在反过来就是共和党夹实了佩洛西 就使得他骑款难下 不去又不行 如果不去的话 就一例令到民主党在中期选举里面 是会失利的 因为他们对话非常软弱 如果被大陆抛侧的话 二例 如果今次大陆成功威吓到美国的话 看怕美国以后都不需要派任何级别的官员 或者是议员到访台湾了 因为以后都会这样做 大陆就会照板煮碗 继续威吓 那只会一直缩下去而已 如果CNN所引述的消息人士是准确的 佩洛西真的如期在八月出访台湾 那我相信 美国他们背后就已经是作出了一个研判 就是佩洛西出访台湾 并不会引致中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 是不会触发开战的危机 这样才会去的 所以大陆今次又是打嘴炮 炮狼头 就是在那叫阵而已 我相信其实双方都会管控好分歧 就不会说因为一件这样的事 就打起仗上来 那大陆其实自己都没准备好 大陆现在最紧要确保的 就是中共二十大顺利举行 在二十大举行以前 我不相信大陆是会发动什么武统台湾 或者是一些战争的行为 因为最紧要就是坐穩了江山先 好了我们看看环球时报的老总胡锡进 怎样说 其实上次老虎说得这么激烈 我都觉得闻到多少糯米的 因为他就很灯 他就是万事万灵 之前美国多次有官员 或者是军方人员出访台湾 他都说得很激动 不是在那里哭打哭杀 就在那里作出威胁 但是每次人都有去到 所以按照着这个摊路 我上次都觉得 如果老虎说得这么激烈 都应该是会去的了 现在最终又是 老虎真的是一个明灯 那我们看看他今次又怎样说 他说看到今天国防部的回应 老虎就放心了 那国防部的回应是怎样呢 我们又看看了 大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谭克菲就说 那到底这什么强而有力措施呢 那大家都是很期待的 作为美国政府三号人物 佩洛西仲议长如果访台 将会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 那他说到佩洛西作为第三把交椅 如果他访台就如何如何 其实佩洛西他就不是行政当局的成员 他是民选议员 他是立法机关出身的 虽然他和拜登都是同一个党籍 但是按照理论上 其实拜登是管不了他 佩洛西是不需要听拜登之敌的 因为这个就是民主的 大佬 行政和立法是不可以互相干涉对方的 独立的 所以说到你们同一个党的 你又三号人物 这个所谓第三把交椅 其实是在说总统计任的顺序 没有意义的 拜登万一拉柴的时候 第三个上位就是到佩洛西感解 就不是代表说 他就可以受到行政当局的操控 其实是不行的 不过大陆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好了 国防部的说法就是这样 看回老虎的回应 老虎就说 他期待解放军的战机 做一次了不起的伴飞 随着佩洛西的座架 一起飞到台湾本岛上空去 开辟解放军战机 在台湾上空巡航的伟大先例 这个先例的意义 就远远压过佩洛西 揣访台湾的意义 老实说 你说大陆方面 会不会有些行动来到去回应呢 我相信是会的 因为说到又说要强而有力的措施 又说要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决心 他怎么都会做些事情 这些事情我相信也是做给大陆的人看 是居多的 但是你说会不会做到像老虎那样 又伴飞又成呢 我想可能会是一个远距离的飞行 隔到老远的 叫做是摆一个强硬的姿态 那就足够了 我想不会说 飞正在佩洛西架飞机隔离 然后又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等同于真是开战 会不会这样做呢 好了 我们看看老虎说些什么 他说 老虎就不是要鼓动开启战争 作为前军人和台海局势的跟踪者 他有非常坚定的信心 台军决不敢向伴飞佩洛西坐机的解放军战机开火 他经常标榜自己是前军人 不适合他自己去叛飞 叛飞 到底隔到多远呢 他没有说要在正隔离 可能真的隔到老远 叫做是飞了就算了 所以就未必会存在着 要向解放军战机开火的场面出现 因为你都不在隔离 你飞到很远 好了 老虎就继续说 台湾的军队平时就不敢 所以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尤其就不敢 因为他们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报复 将会意味着台军打响第一枪 有可能导致台湾割据政权 走向灭亡的台海全面战争提前到来 他就说到大意乱言 最终是怎样呢 按照他之前说的那些往迹 就没有刺准 他之前就说了 如果再有美军的飞机降落台湾机场 就如何飞越上空 又说打他 这样 最终都是全部都没有发生过 好了 最尾那段就说了 所以第一个波在佩洛西和与他打配合的拜登政府脚下 第二个波在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脚下 中方这一次就是要做好全面摊牌的准备 他们胆敢往前卖一小步 中方就跨一大步 坚决压到美台不断加码挑衅的囂张气炎 如果到最后大陆不全面摊牌那怎样呢 其实老虎也有个解释的 他之前有说过的 他被那些小粉红质疑他 又说打他 那些美军飞机降落台湾 老虎就说 中方是掌握着几时发烂炸的时机 可以现在这一刻发也行 迟些再发也不迟 老虎有解释过的 所以就算他现在说到 如箭在言 但是最后如果 大陆的回应都只不过是 雷声大雨点少的话 他都找到方法来去次元其说 这个就是胡锡进 我另外看到明报有篇的报导 他们访问了一个 是不怨俱明的大陆 资深正程分析人士 我觉得他说的东西又 挺合理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匿名人士就说 佩洛西的行为 肯定会多少影响到 拜杂通话 但是几乎肯定 佩洛西一定会去台湾 拜杂通话 也是会大概率实现的 我没有说不通 这个电话行为 他又不是说 要出访 打电话而已 多不闲 好了 他就说关键在于 中美一定会做好 分歧的管控 那他的说法是怎样呢 我觉得他说的东西 就理性很多 他说双方是会通过 今次的拜杂通话 维系沟通的管道 而且他就认为 双方会进入私下管控风险 的协调阶段 即使佩洛西访台是成行 北京也都会派出军机 作主权展示也好 双方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是甚微的 因为国内稳定与否 是双方当前首要的议题 即是他认为 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机会是微的 我都同意这个说法 因为如果佩洛西真的成行的时候 美国已经是做了一个研判 佩洛西能去的话 双方就不会打起仗上来 如果会打的 佩洛西就不会去 这个我想都很清晰了 现在去到这一刻的话 所以大陆方面 到底他们还有什么 说法呢 现在都基本上 要说的都说完了 要有多强烈 就得多强烈 但是至于在行动上 到底会是怎样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台湾的回应又怎样呢 行政院长苏貞昌就说 非常欢迎佩洛西 这么高等级的官员访台 亦都是感谢佩洛西议长 长年以来 对台湾非常支持和友善 如果真的有外奔到访的话 台湾政府会做最好的安排 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光安就说 目前没有接获佩洛西议长访台的确切讯息 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我相信就算佩洛西真的到访台湾的话 他都不会事前打罗打鼓地说 一定会有些妥协的 就不会说由相机开始在那里拍 然后又等那些人上去 网上边追踪他那架飞机 诸如此类 当然 其实在一些网站 比如Flight Rider 那些会看到 他那架飞机的情况 但是就不会事前打罗打鼓 我相信 因为正如佩洛西自己所说 基于安全的理由 就不会事前告诉公众 去到了那一刻 大家就会知道 以往几次都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当他们 即是那些美国的政要 去到了台湾 那就说了 好了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